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忙人 冬家长 西家短 专帮人劫难亭 饥饿如愁 不计得失 满腔热腔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还得多几会儿啊 有一个大杂院住着街坊特斯林 新朋友就相识 有事儿没事儿串哥们儿 赵钱 孙礼 鸡毛 蒜皮 锅瓦儿 长篷 瓢盆儿 用我心换你心 人间她有真情 多么多哈 嗯 不敢当 不敢当 看人这岁数咱俩差不多 你还叫我大姐吧 哪有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为万您是小王的母亲啊 没 事儿 她们 她们 她们都那么娇 都那么娇 辈份会不会有点乱呢 那不乱不乱 一点都不乱 你想啊 你女儿管我叫姐姐 您管我妈呢叫大姐 您女儿呢就管我妈叫阿姨 我呢就管您叫大哥 不是应该叫那个叔叔 叫舅舅 亲戚都叫出来了 伯母大姐 您家这是来亲戚了是吧 这是刚从农村到北京务务工来了吧 肯定是刚下火车一进门就躺着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来给您介绍啊 这位是我们邻居潘总叔叔 潘总你好 陆总你好你好 又去原谅啊 我这跟他号着呢 我跟您握不了手 我老公爱家说你 您坐您坐 晚上跟这吃饭吧 等我号完了 起来跟您好好喝两杯 好好 先给您介绍啊 这位呢也是我们邻居 李伟姐姐李二姐 李二姐 您咱就不握手了啊 那我就不跟你握手了啊 等我跟他号完了以后啊 咱们俩再好好聊啊 什么事啊 您进来 陆总要不然您先跟他们聊聊 快进来 陆总自个儿倒杯水 帮你去他们 那那那咱们就聊聊 聊聊 就是为了房钱的事 从中午一直闹到现在 你说我是咱们这个楼的楼长 群众有事来找我 我不能看着不管 没不让您管啊 可就这么点小事 您随便处理一下就算了 何止于从中午一直拖到晚上啊 哎呦 六千块钱还算小事呢 再者说了 这一件事里边 还扯着十几件事呢 拖到今天晚上就完了 嗯 我看最快也得拖到明年年底 什么啊 不这为房钱的事吗 嗯 怎么还弄出十几件事了 嗯 还得拖到明年去 是 我也觉得奇怪啊 我从中午啊 就开始给他们调解 是越调解越乱 是越调解越乱 拖到明年年底 那是算快的 还没意思啊 恐怕后半辈子 就要在咱们家拖下去了 哎哎 艾佳呀 你看啊 以后每天晚上 你是不是到里屋里 跟妈接一接 什么啊 还反了他们啦 哎呀 妈 您说今天陆总第一次到咱们家来 让人看一看怎么回事啊 真够盯着人啊 是啊是啊 我知道 可是你我调解调解不了 你轰轰轰轰我走 我帮你轰 行了妈 啊 我们陆总跟他们聊上了 你就放心吧 我放心是吗 不行 不行不行 啊 你是说陆总帮着咱们一块哄 不是 我们陆总啊 是一个特别爱讲道理的人 哦哦哦 他只要能跟他们聊上 肯定能把这道理 给他们讲清楚了 到时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是吗 赶上这么两个 不讲道理的人 没问题 甭说像他们这么 不讲道理的人 就算像您这么 不讲道理的人 我不是什么跟你说 呃潘总 二姐 你们边吃 我边说 哎呦 那哪成啊 您呐 陆总 边吃边说 那您别管他 我们陆总讲你道理了 完全可以不吃饭 哎呦 是啊 那您受累 给他们二位讲讲 哈哈哈哈 咱们初次见面 嗯 既然小王同志和小王同志的母亲 就是我这位伯母大姐 让我给讲讲 那我就讲讲 不过我要讲呢 我就得从头讲了 哎呃 别别别别别 你别从头讲啊 你从中间讲就成 你别 你讲道理就得从头讲 你了解我陆总 嘿嘿 他要从头讲 可就远了去了 哎呃 一点都不远 一点都不远 我就从 原始人类讲起吧 听听 还不远呢 不原始人类了 他不讲着讲着就近了吗 这个原始人类那会儿啊 人和人之间不讲感情 也不讲道理 当然更没有法律了 原始人类那会儿 人和人之间 讲究的是实力 我有实力 我身体好 我能逮着野兽 或者我能从你手里 抢着野兽 我就能活下来 这就叫弱肉强食 哎哎 你这人干什么呀 这块肉是我先看见的 你抢了没有 你先夹着它 我我 我就夹起来 夹完你了 我都到嘴边上了 你抬我吧 什么叫弱肉强食 这就叫弱肉强食 就讲个实力 就拼个体力 或者就讲个谁动作快 反正谁先搁到嘴里就算谁的 陆总 您刚才说的是野蛮人 对不对啊 潘大记 你看人陆总 都说你是野蛮人 我可没说啊 我可没说 当然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光讲实力 也得讲点感情 对吧 对父母子女啊 对朋友啊 对亲属啊 这总会慢慢有感情的 那么那个时候 实力的大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陆总 您这说的太对了 您比方说我妈啊 她在看上好些年了 要论实力 她是一点也没有了 可是我照样照顾她呀 还听她话呀 有的时候还有点怕她 您说这是不是 就是我们因为有母女有感情 那是啊 嗯 哎 呃 伯母大姐 喂 您母亲 那 那就是我姥姥大姐吧 她都瘫在炕上了 是 哎呦 这哪天我给她亲自到家看看 看看能不能给她找个好大夫 哎呦喂 那个感情好 哎呦 我们找了多少大夫啊 用了多少偏方没有用 哎呀 我妈呀 她呢 你们这都扯远了 哎 那陆总 您刚才说了 嗯 那个讲实力 嗯 还讲感情 那还讲什么呀 还讲 那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人就开始讲道理了 嗯 最起码的 最基础的道理呢 就是法律 我提问题啊 陆总啊 您什么时候看我妈去 哎呦 爸 您别打岔 我们陆总正给她们讲道理了 哎呦 我说就别费那劲了 她们的道理讲不清楚 我今儿都给她们讲了整整一天了 嗯 她们一件事变出十几件事 嗯 一个道理 变出二十多个道理 嗯 她们 嗯 我看这里头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件事情 没有上轨道 上轨道 什么轨道 上什么轨道 嗯 好比说吧 讲实力 讲感情 讲道理 嗯 这是三种不同的轨道 嗯 现在你们交房钱这件事吧 只要你们俩认准了同一条轨道 这件事情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嗯 就怕你们站的轨道不一样 那可就是走岔道了 只能是越扯越远 越说越不挨着 没错 他这人呢 就是胡搅门缠 谁胡搅 就是你 谁呀 只要在同一条轨道上 胡搅门缠也不怕 嗯 就怕轨道不一样 嗯 好比说二姐 你是站在讲感情的轨道上 嗯 你说你们是亲属 就没签合同 房钱也要的少 嗯 潘总说你根本没讲亲属关系 嗯 房钱要多了 哎 这倒没事 房钱多少不怕 啊 自有工作 嗯 就怕你们俩不在一条轨道上 你讲感情 他讲实力 他好不说 把菜刀抄下来了 就是啊 哎 路总 这话您说反了 今天明明是他抄菜刀 我抄菜刀 我抄菜刀也不怕 那就拼吧 看谁劲儿大 或者两个人拼累了 咱们坐下来歇会儿 换一条轨道 咱们讲道理 嗯 事情总能得到解决吧 哎呦 可今儿这事 他就没法解决呀 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不但轨道不一样 而且俩人还在不停地换轨道 嗯 就是嘛 我就是因为讲的亲戚感情 所以我就没签合同啊 讲法律没合同不行 嘿 那讲法律的话 你还应该还我钱呢 讲法律我跑 你追不上我扫也没本事 那讲法律 我今天就跟你拼了我 你打人这种违法呢 那讲法律你该还钱 原来咱们还亲信呢 亲信谁跟你亲信 你一天看 没错没错没错 就这样越扯越乱 越扯越乱 陆总 这您亲眼看见了 是不是 他们 您是一定被他们搅和乱了 可不 您想想 这三种轨道 这俩人 这就是九种可能性 如果您再跟这里边一变 这么一乱和一搅和 这就可能出二十多种可能性 没错 越惩事越多 他说他离婚吧 是他脚子的 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 我认为一件事情 只有在同一条轨道上 才能够得到解决 而且千万不要再掺和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 您就别管什么角度了 您就一句话 他们这事该怎么解决 那这句话稍微长一点 您说 您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 双方应该站在法律的轨道上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同时适当考虑你们过去的亲属关系 和现在的经济实力 那么潘总呢 你就交给二姐三千块钱 剩下那三千呢 二姐就找您那表姐要去 怎么样 行行行 那我同意陆总的说法 三千块 是 那我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那我也行陆总 什么你吃点亏 明明是我吃亏 我亏大发了 不行我得吃亏了 我重新打饭了 轨道问题 什么事情都要上轨道 都在轨道内进行 好比说挨家 你来咱们中心有半年多了吧 我和你的关系 就一直保持在同事这个轨道内 对吧 陆总 咱们别说这个好吗 你说这个我心里头特别乱 就对了 没关系 只要是在轨道内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探讨 这也不太夹 我 我们在调轨道 我们小点吃 不妨您休息吧 不妨我休息 不妨我休息 我说这是不是 发给你们休息 你看这点 妈 妈 您那甭管啊 我们再聊一会儿 您赶紧先休息一下 换我们时间 不早了啊 知道 知道 睡就得睡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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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来地儿 看我来地儿 爸 还聊呢 两点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伯母大姐 我们还在聊轨道的事儿 没关系 明天我让小王晚点去 您先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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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聊一会儿啊 爸 您先睡一会儿吧 找身体的不睡觉 你咋吃呢 我已经睡觉了 我说矮架 我也甭说矮架了 我直接说陆总吧 现在已经四点了 马上就完 我们还在聊鬼的 我们还在聊鬼的 还聊轨道呢 这有质型 还真聊轨道呢 打吃完晚饭拿去 一直聊到这会儿 都快八个小时了 还在聊轨道 也不先累了 还越聊越热乎 除了我跟艾佳的爸 搞对象那会儿 也不 不对啊 喂 家 陆总 你们实话实说吧 你们俩现在到底是什么 木柜道 伯母大姐 您就别送了 小王送我就行了 您回去歇着您的 您躺着 出来冻着您 您留步留步 哎呀 陆总 你这么啰嗦呀 谁说要送您了 我妈早回屋睡了 啊 您好好睡吧 我送送陆总 一会儿就回来睡 有什么话呀 咱您俩天亮以后再说啊 你这也够啰嗦的呀 陆总 你听说过吗 人在心情好的时候 往往都变得特别啰嗦 那就是说你现在心情挺好的 不是挺好 是特别好 非常好 前所未有的好 你呢 我 那当然 那我问问你 你怎么认为呢 我 你说不太清楚 嗯 我有的时候觉得吧 你像同事 有的时候觉得你像朋友 像老师 像兄长 甚至像我爸 那不能 不能我 我跟你爸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爸我见过 上咱们单位找过你啊 那我就是长再寒淳 怎么也比你爸强点吧 不要从年龄上 我就显得比你爸年轻点了 陆总 是否成心打岔呀 我可不就是成心打岔嘛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小王你觉得咱们俩之间平等吗 要说在单位里头 你是领导 可是要在外边 作为人与人之间吧 我觉得咱们俩应该是平等的呀 不一定吧 你比如就刚才那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年轻女孩 怎么想就怎么说 想哪说哪 今儿说了名可以不认账 后天说了又忘了 这我拿你一点皮都没有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年男同志 我说话可就得负责了 我说一句就得算一句 所以很多问题在没想好之前 我不能随便说 我保证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就随便说说行吗 我随便说说 我随便说说 我说你赶紧往前走啊 就慢走 我要把你送出那个门 我就该回家睡觉了 你就不说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咱坐着说行吗 来来来 我说 咱们这可是探讨问题 咱们不设计具体事儿 好吧 我就那么一说 想哪说哪 也许说了不算 但你不能揪着工法 我的天哪 陆总 以前我知道您这人挺啰嗦的 没想到你这么啰嗦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一句话 咱们俩现在到底在什么轨道上 你痛快点 这我痛快得了吗 要是痛快说的话 那就得从原始人那说起 咱们不提原始人行吗 就说咱俩 说现在 说咱俩 说现在 咱俩现在 那就应该说在三条轨道上 都站着呢 你晚上不刚跟潘叔叔他们说 只能站一条轨道吗 那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说的 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 咱可不是三条轨道都得走走试试吗 还别说咱俩现在了 就是人家真谈恋爱的 你也不能说光讲 感情 你也得讲法律 讲道理 讲实力 爱情 还得讲那么多别的东西 多俗啊 你以为呢 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特别俗的东西 爱情你离不开社会吧 对不对 爱情是以在社会中建立家庭为最终目的的 那么什么叫家庭呢 家庭就是家常里短 婆婆妈妈 缝缝补补补洗洗涮涮 这么美好的东西 怎么到了您嘴里就变成这样了 那可不就这样吗 你以为是你上中学那会儿跟小男生拉拉扯扯低个纸条什么的 那个是挺美好的 可那不叫爱情啊 爱情不能光讲感情 还有些别的东西 它必须是加在上面的 是吗 还得讲别的东西 可是爱情本来就是感情的事啊 当然了得讲法律 比如说进行不能结婚什么的 我说讲别的东西 讲道理 爱情有什么道理可讲吗 当然有道理了 你不能瞎爱啊 比如说人家结了婚了 你就不能去爱去了 再比如说 我一哥们儿 有一女朋友 长得脾气都好看了 我能爱吗 你也讲道理啊 对 讲什么道理啊 女朋友又不受法律保护 你完全可以平等竞争嘛 那好 那再比如说 不是我哥们儿 是我哥哥交理女朋友 别提多好了 让我看上了 我跟他平等竞争去 虽然有点别扭吧 可是也没什么不可以啊 我 我不跟你说过嘛 就是早先吧 那个 我跟我那个 结婚刘勇挺好的 可后来呢 他弟弟来了 看着我好 就跟他哥竞争我来着 那是你们小孩玩的一种游戏 我们成年人能这样吗 再比如说 不是我哥哥 是我爸爸 交理女朋友 我看着好 我跟他平等竞争去 当然 这没道理啊 你爸爸找女朋友的时候 他不应该有你啊 所以说嘛 他就得讲道理 至于说讲实力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人性格品质相貌 对吧 你的能力 你都得加以综合考虑 这话虽然是没错 可是让你这么一说 怎么就显得那么不浪漫呢 哪一家 好 这浪漫来了 送人送到现在 是吧 所以我听你也该回来了 好 回去坐这 走 陆总 我就不送您了 您走好 我这教育孩子 那那就 咱就都不互相送了 您走好 我也走好 那小玩意呢 您也走好 我走了好了 陆总 你别不管我呀 哎 救命啊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 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 我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 也不算晚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戏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 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 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 我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 他太平凡了 我发握的 你 我发握的